疫情期间大概刚好也是两年半以前 然后那个疫情刚开始 然后那个防疫中心成立 每天下午两点半 我们部长就会在电视上面公告说 今天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 然后就会有一些数字在电视上呈现 那我是比较多愁善感的人 我每次看到那个几十个又几百个中标 然后又几十个死掉 我就会心里面很难过 可是每次你看到那个统计表 百分之0.02 百分之2点多 或者是0.002多 你就会觉得数字那么小 没什么感觉 然后这样每天都这样报 你根本就很多人就会开始慢慢的没有感觉 所以很多人会很讨厌那个中心的这种爆数字的这种事情 觉得他们一点都不关心 我觉得这个疫情中心应该是学下那个运算思维的资料表示 所以我就去网路上Google了一下 那我因为我们也是疫情刚开始 所以不知道那个未来会怎么样 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印度的资料 印度人口13亿 那我就决定用它的比例 它的感染比例跟死亡比例去做一个我们台湾未来的概算 让大家心里有一个底 那所以它的13亿算出来呢 人口是会死61万人 会死61万人 那当你从刚刚的0.0几 你去看到数字变成60几万 突然数字变得很大 如果每天死60几万人 你就开始会有一点点淡淡的哀伤 虽然死的不是台湾人对不对 但是你会有一点淡淡哀伤 接下来 我如果用这样的比例去算台湾的人口 算台湾的人口 这时候 台湾2300万人 感染的人口就会有52万多 那死掉的就会是一万一千多个人 你就会开始更有一点感觉 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我用 我算的是台湾的人口 是台湾人 所以你对这个数字就会开始有感觉 跟你的切身有相关联 那么再来 如果这时候 如果你跟我说 这样你还是无感 这时候我们再更具体一点 如果我把它再具象一点 那个死掉的人 我把它的尸体把它倒下来一个一个叠在一起 那假设尸体的厚度高度是20公分 那所以一个人叠下来就是20公分嘛 那所以一万个人叠起来是什么概念 就是2220公尺 那2220公尺如果你没有概念 我们换算一下 一层楼如果高三公尺 那就是740层楼高 那740层楼高 意思就是可以堆7座的101大楼 然后我如果再把那个尸体的图片摆在这边 各位你想象一下 这个尸体这样一句一句堆起来 可以堆7座101大楼 有没有突然变得很具体 应该会有突然变得很具体 我从刚刚的数据百分比 到实际的数据量化的数据 然后到现在具体化用照片 甚至模拟那个高度 把它变成101大楼 这样你就会很有那个量感 那么再接下来 如果你觉得还是没有感觉 那就要跟你拉上感觉 对不对 如果这7栋101大楼堆起来的尸体 堆在你家门口 如果里面还有你的父母 你的老师和你的爱人 那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恐怖 就会觉得非常的恐怖 这时候你就会开始干净那个疫情指挥中心 为什么无视台湾人这样每天感染跟过世 你就会觉得他们非常的讨厌 那我讲这个案例呢 主要是跟各位讲 我们在说一些数字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让人家有感觉 你必须把这个数字资料 把它做一个整理 做一个整理之后把它量化 如果要更有感觉呢 就要具体化 形象化 那这个东西刚好就是Canva的强项 Canva的强项 那我们待会会有例子跟各位说明 所以明天神 出 old 那这样 74